大家好,我是孙庆龙老师,每份只要40元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今天庆龙要跟大家导读的日报是4月15号的日报内容。 那在4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庆龙开始针对一些财报的一些选股来分享在日报的一个章节中。 那其中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财报选股的方式,一个就是彼得邻区的选股。 那所谓的彼得邻区的选股其实就是筛选上市柜1700多家的公司中有哪一些公司他们近三个月的营收出现了超过三成以上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代表这家公司的营运正出现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 同一个时间,本益笔就是用这个2020年所计算出来的EPS所含的这个本益笔, 同样在16倍以下的一些标的,这个都收入在投资家日报中。 那另外由于整个2020年的第四季的财报与权数公布完毕, 所以我们在4月初的时候,我们也透过一个所谓的合约负债出现大增的标的中, 去筛选出一些市场还没有发掘的一些潜力豪股。 那在4月15号的日报中,其实庆隆发现, 其实我们不管在做符合三月份笔的零区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甚至在符合这个合约负债大增的标的中, 合计有五档股票,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 所以这五档股票中,也在4月15号的日报中分享给我们的订户。 那其中这五档的股票中,2376的技嘉,是第一档引起庆隆研究兴趣的。 那他这一档是一个核心,和这一档台股中的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电子的一档全职股。 那有哪五档的股票符合整个彼得林区,又符合合约负债大增的标的。 那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你们可以欢迎订购投资家日报。 那相信投资家日报做对投资与做出绩效,长期以来的这个专业价值,一直以来都能够符合大家所需。 那我们看到2376的技嘉,其实今天的股价是盘中的时候是亮灯涨停,最高来到118.5元。 那收盘的时候也收在115.5元。 所以欢迎知,其实我们在4月15号的日报中所提到的第一档引起庆农研究兴趣的就是符合3月份彼得林区选股与2020年第四季合约负债大增的标定。 这个合约负债一直以来都是庆农认为财务报表中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 所以当财报公布完所有的上市会公司公布完所有的财报数据之后,庆农都会拿这个数据来当作挖掘下一季,我们可能会持续追踪的一些潜力豪股。 那有很多的财报选股的方式,那其实庆农透过两个财报选股的逻辑,然后整理出有五档标的,那这五档标的就提供我们的订户,可以帮助大家赢在起跑点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是哪五档的话,那除了2372的技嘉之外,那另外这四档其实我认为都是一个蛮不错的,就是营运正出现大成长,而且股价还在便宜的一个阶段,那加上他们的合约负债,这个可以反映未来三到六个月领先指标的合约负债,这个其实也都出现大增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五档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研究,所以如果大家对订阅投家日报有兴趣的话,其实欢迎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02-2510-8888,每份只要40元。 那现在订购投家日报240份的投资朋友,还可以免费的参加,在4月21号礼拜三晚上7点半到9点钟,在商周书房所举办的订户限定讲座。 那讲座的主题叫做挖掘下一档护国神山,这是由庆隆主讲,每一次其实常常庆隆从整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发展,总是能领先市场挖掘到一些还未被市场挖掘的潜力好股。 那如果这个4月21号礼拜三,大家不方便来现场的话,我们也提供线上的直播的服务,并且这个影片可以重复收看60天。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办的这个讲座价值都是2500元,所以你现在订购240份的投家日报,还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这个价值2500元的这个讲座。 那投资家日报从2009年庆隆开始逐笔以来,其实我们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大核心内容,包含了投资家观点,包含了企业动态,包含了入门教学,包含了口袋名单。 那这个入门教学中,我们会牵扯到很多的,如果有牵扯到一些财报分析的论点,比如说像彼得林区的选股法,比如说合约负债的选股法,我们就会揭露在这个入门教学中。 那这些的选股法,其实过去以来都长期的能够通过市场客观的验证,胜率都是非常高的一些赢家策略。 那这些筛选出来的标的中,我们就会进入到企业的动态,然后去从产业的面向,从它的基本面的面向,甚至从技术分析的面向,筹码的面向,去点出这家公司的营运价值的地方。 所以就形成了投资家日报为何总是能够做对投资,做出绩效,在过去这12年以来获得各大媒体认同与肯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研究都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我们长期能够创造优异的绩效,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这个所谓的赢家的策略,就是用好的价格买进好的公司,并且遵守大赚小赔的原则。 所以如果你对订购投资家日报有兴趣的话,欢迎扫描这个QR控。 那重新再回到4月15号的这个日报内容,其实我们有特别提到,同时符合3月份比特林区选股与2020年Q4合约负债大增,而且本益比大概在15、16倍以下的一些标的中,合计有5档标的。 那其中2376的G家是汽农第一档引起汽农研究兴趣的。 那G家是一家什么样子的公司? 它是成立在1986年的一家公司,那虽然它是一开始它是用主机板起家,并且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主机板的领导厂商。 但是这几年透过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的努力下,公司就是技家的产品线已经开始延伸到显示卡、NB、伺服器、伺服器主机板、超微型电脑、坎路斯电脑、3D深度的感测器、显示器跟记忆体。 那其中占比最大的其实就是主机板,占比最大的是显示卡,它占营收的比重是来到42%,那主机板占营收的比重是32%,那第三大的业绩贡献的来源则是伺服器,占营收的比重大概是19%, 这张图其实就是显示技家的核心产品跟占营收的比重。 那另外因为受到全球PC需求的强劲的激励之下,其实技家三月份的营收缴出了110亿元的创历史新高的成绩单,不仅较去年同期的63亿元大增了74%,更连续四个月营收的年增率都达到三成以上。 那从去年11月份以来,它的YOY跟就是它的年增率分别出现了78%,41%,66%跟49%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幅度,那今年1月到3月累计的营收年增率更达到64%,所以完全符合营运出现大成长的一个状态。 那进一步的去追踪技家之所以出现营运的大成长,其实主要的原因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期间,消费性电子产品变成了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既然变成生活的必需品,大家就会增加这个采购的一个需求。 那第二个部分,因为娱乐用的消费性产品受惠于宅经济的盛行,所以像电竞电玩也成为了主流娱乐的选择,就是大家在宅在家里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把玩游戏当作是一个主要娱乐的一个选择。 因为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不方便出门,所以其实就添购了这个所谓的电竞电玩的这个娱乐的设备。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包含了就是商业应用的科技产品,因为在家工作的关系,或者是线上学习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远端工作跟远端教学的需求出现了大幅成长。 那至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高效能的运算,人工智慧,5G跟云端,还有物联网等新科技已成为显学,而且也进入到一般生活的食衣住行的各个层面,所以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应用需求。 所以在这个四大的一个需求的大幅增加中,也让技嘉出现了营运的大成长。 那这个成长的趋势预估还会持续数年,因为目前整体的市场的需求的人间度确实是相当的明朗。 那在投资家日报的企业动态中,其实我们持续的在进一步的分析,那受到这个产业成长趋势,其实它也直接反映在技嘉2376的合约负债的增长上。 那这张图其实是技嘉的一个2019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的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其实有个栏位,这个栏位叫合约负债,这个合约负债指的就是一家公司的领先指标,就是客户先预付给公司的一笔定金。 然后因为未来偿还的方式并不是用金钱,而是提供对等的商品或者是服务。 所以通常合约负债越来越高,都代表了这家公司未来的业绩也将水涨船高。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2019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技嘉的合约负债。 那它在2019年第四季合约负债只有2.47亿元,但是到了2020年第四季已经上升到39.88亿元,从2.47上升到39.88亿元,其实就增加的幅度是大增了34.41亿元。 那增加的金额占技嘉的股本63.57亿元来看的话,也高达58%。 那另外2020年第四季合约负债的总额就是39.88亿元,占技嘉63.57亿元的股本来看,也高达62.7%。 所以换言之,其实我们从合约负债目前能处于高档的水准之下,我们可以合理地预估未来的三到六个月,技嘉的营运仍然有持续乐观的一个理由。 那这个营收的持续成长其实也带动了技嘉的毛利率,2020年的第四季上升到17.79%,较2019年Q4的15.18%跟2018年Q4的11.23%都出现了大幅上扬的一个状态,而单季的EPS也达到了1.73亿元。 这个是2020年第四季的单季的EPS,较2019年的第四季的0.61亿元跟2018年第四季的0.22亿元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那另外近四季的EPS也达到了6.88亿元,这近四季就是2020年的第四季的1.73亿元,加2020年第三季的2.24亿元,加2020年第二季的1.84亿元,加2020年第一季的1.07亿元。 这四季累积起来是来到6.88亿元,所以若以我们在4月15号日报中当时的一个股价108元计算的话,其实技嘉的追踪本益比是落在15.7倍。 那另外,由于技嘉的营运的成长动能非常的明朗,所以很多的法人也开始预估技嘉的EPS,今年应该是有机会来到8.33亿元。 那以它108元,就是在4月15号日报所写时候的市价108元来计算的话,那预估本益比更只有13倍,不仅远远低于目前大盘的平均水准,目前台股加权指数的平均本益比大概落在22倍,所以技嘉的本益比竟然只有13倍。 远远低于大盘的平均水准,那即使技嘉跟自己相比,我们采用所谓的滚动式的本益比来看的话,目前的股价也同样是坐落在这个所谓的便宜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便宜的价格其实也就是整个技嘉它未来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日报中其实会栽入一个企业评价,其实就是一些法人常常用的。 那这个企业皮价我们是采用滚动式的企业皮价,那它有分为昂贵的粉红色,白色的合理,然后便宜是指这个浅蓝色,那这个深蓝色是特价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这个曲线是技嘉的股价走势,过去一年以来的股价走势技嘉曾经有掉到这个深蓝色特价的一个状态,那随着它的EPS持续的上升,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落在这个浅蓝色的一个便宜的一个价格的区间。 所以4月15号的一个日报内容,很开心的也很欣慰的,在今天4月16号的盘中就立刻的一个得到市场最客观的验证。 那今天技嘉盘中亮灯涨停最高来到118.5元的一个价格,那再度的印证投资家日报总能领先市场,做对投资与做出绩效的一个专业价值。 那当然技嘉当初为什么会被选出来,其实关键其实就在于我们同时透过了财报选股的逻辑,就是选择符合3月份比的临区选股,就是近三个月营收出现了三成以上的成长力道,加上目前的本益比在16倍以下。 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条件之外,我们也考量,因为毕竟营收是代表过去的反应,比如说3月份的营收,比如说4月10号所公布的营收是3月份,那近三个月营收就是今年的1月、2月跟3月,那这个是指过去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合约负债,它可以反映未来3到6个月的营收的表现。 所以这两个的财报选股逻辑,一方面过去的表现非常好,而且目前的本益比在相对的便宜,另外一个即使是未来的三个月,因为合约负债出现了大增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的股票,接下来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成长的力道。 那当然任何的一个好公司,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格,依然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投资的利润,所以本益比要在相对的便宜,那我们本益比是设在16倍以下,所以只要能够符合这个资格的,其实我们整理的1700多家公司中只有5档股票符合这个资格。 那这5档股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订购投资家日报,这里面都有揭露。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2376的技嘉,这也是我们在4月15号第一档引起庆农研究兴趣的标的,那很欣慰地在4月16号亮灯涨停,再度印证投资家日报的一个观点。 那最后跟大家推荐,每份只要40元的投资家日报,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那现在订购240分的投资家日报,还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4月21号礼拜三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台北市商周书坊所举办的挖掘下一档护国神山,订户限定讲座。 在这场讲座中,庆永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未来的一个趋势产业,让大家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那如果不方便来现场的,我们也提供线上的直播服务。 那这一段的讲座,我们也会有线上观看影音60天的服务,可以让大家可以更真正地明白未来的趋势。 那如果对订购投资家日报有兴趣的,也欢迎上班时间拨打这个订购专线250188888。 那我是孙庆红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